我现在呢 还是在芝加哥 我现在到了芝加哥的West Town 那这个呢 是它其中的开发的 另外一个全新的公寓楼 看到没有 这个是有六个单元 这是今年才建好的 所以基本上可以说是 almost crisis brand new 才建好一年不到吧 所以它这个全部都住满了 你看它的设计非常漂亮 然后你再看它这个街道 这个是完全都是住宅区 是非常trendy的住宅区 很多都是新建的一些building 因为它这个是作为它什么 买了很多的那个portfolio 买了portfolio以后呢 就把这个推倒重建 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 就是推倒重建的一个building 可以看它全吗 我很喜欢这个颜色和设计 今年才建好的全新的 多单元住宅楼 可以说是在这个内部 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非常的stand out 就是独树一帜啊 就是跟宇宙不同 这个周边的环境都是residential 非常quiet neighborhood 然后在同一条街 它还有另外一栋 也是刚刚建好的 你看没有 还在做扫尾工作 这个设计也是跟刚才那个风格是特别类似 也是以黑色的主色 然后它周边看到面也是有那个黑色的栏杆 这个是三个单元 三个单元比刚才那个小一些 但是是应该一样的风格 那街道是一样的街道 所以说环境是一样的 那这个离得很近 我们现在呢 到了另外一条街 其实离刚才那两个 但多单元住宅呢 不远的地方 这条街其实离刚才开车 也就大概几分钟 那这个我身后的这个呢 也是刚刚建好的 多单元住宅 它是三套 也就是三个单元 那这个大小 跟刚才的那三个单元 那是一样的大小 可以这么说 然后它的就是设计呢 风格稍稍不一样 但是可以说风格是几乎一样吧 应该说是颜色不太一样 看到没有 颜色不太一样 然后可以看这边的街道 也是跟刚才一样的 就是在同一个内部 在同一个内部 只是说它的街道不一样 它这个呢 要价应该跟刚才是一样的 因为它大小 基本上是几乎是一模一样 它这个一样的建筑风格 也是刚刚才建好 所以说这个都是全新的 三个多单元住宅 如果是做投资来说的话呢 其实它的cash flow是非常strong的 到时候呢 我可以把那些数据呢 给大家提供一下 你可以算算 咱们可以算算它的cap rate 它的回报率 这里很多楼房啊 就是这里都是扒掉重建的 但是能够扒掉重建的话 真的那么漂亮 设计得很好看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非常的stand out 就是特别是 与众不同的设计 看到没有 这周边还有一些 就是也是 把旧房拆了以后重建的 但是我觉得 跟它这个设计相比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 更漂亮一些 当然它因为是很最新的嘛 所以说它的设计也是最新颖的 非常quiet的内部 这个就是 也是三单元的多单元住宅 然后在我身后的这个building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 因为现在给大家看了好几个 就是多单元住宅的 它的建筑风格 它的颜色 一看就知道是中间这一栋 中间这栋也是三个单元的多单元住宅 它的那个大小跟刚才那个是类似的 但是呢 这旁边还有一块空地 这旁边还有空地呢 是那个开发商 它大概是在明年6月份就可以建好 在明年6月份就可以建好 这块 就是这个多单元住宅楼 现在还没有建好 是块空地 可以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地呢 是比一般要大 所以它建的面积呢 基本上可以达到是1100到1300平均 所以它的大小比平常的标准的公寓呢 要大一些 标准呢 是大概在700 750左右 我说的是平方英尺 那现在这个呢 因为它的那个 它的Loss Size比较大 所以它建的话 就可以达到1100到1300 或者甚至1400平均 那这样的话 它的那个premium 它的租金 就cash flow就更加强了 就更加的强劲了 给大家看看这个空地 这个地是大概是 这个公寓楼是应该到 明年的6月份 就可以交房 这个交房 就可以做完 现在的话 已经拿到那个什么 拿到准见证了 刚才给大家看 这块地是 已经拿到了准见证 permit building permit 它是马上就可以动工了 所以到明年6月份 就可以签好 那这样的话 具体要价的话呢 我到时候可以 如果你有兴趣跟我联系 我可以把它具体的要价 包括它的回报率 都算给你 那这个两栋公寓楼 所在的位置 是相对来说的话 比较接近组织一些 所以它不是说在里面 就是说不在那个 community里面 它是基本上接近 主道 所以它交通比较方便 到现在我先到另外一条街 它这个就离dontown就更近了 它这里是 从这一条一直下去 就到了dontown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 到底看到里面没有 它这里这个地更宽更长 它可以建4个unit 但是因为这个city呢 它有限制 本来是可以建6套公园 公园 那个独栋 独栋公寓的 但是呢 city它也比较严格 它这里只能建4套 所以但4套的每一套都非常大 应该是有大概是 1300到1400平尺 所以说它这个面积大嘛 所以它的公寓的住均 住均也就相对的高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